整個民眾黨現在 只有柯文哲一個人腦袋不清醒 還在瞎挺高宏安 所以柯文哲我就問你嘛 那你還圖郭台銘什麼 我講白了啦 你挺高宏安就是為了他背後 老闆郭台銘嘛 那你還圖郭台銘什麼 你們上次去年選總統耍他耍得還不夠嗎 你是說後面還有戲嗎 對啊 你要繼續看官邸 要不然他幹嘛挺高宏安 我就看不懂 高宏安在地方基層又沒有實力 對不對 然後呢 他你說他聲量 他現在也沒什麼 現在都負面聲量比較多 那你說在影響力 在民眾黨內高宏安有什麼影響力 他也沒有影響力 我就看不懂柯文哲在瞎挺高宏安 除了在期待背後的高宏安的 除了郭台銘 或者說郭台銘以外的老闆們 將來對柯文哲 會不會有一些善意 伸出友誼的雙手之外 我看不懂柯文哲 你到底在挺什麼 但我覺得那柯文哲今天出來 到底是在幫高宏安 還是害高宏安呢 好他今天進行講說 司法就是不公平 資側會沒罵高宏安的都被拔關了 沒有被辦高宏安貪污的 全部都被調走了 剛剛說到一句話比較好笑 他說高宏安因為有很高的社經定位 不會貪這個十一萬 但話風一折就說 怎麼可以扣他半薪呢 他不能上班沒有薪水 不然我要救濟他 所以高宏安現在到底是有錢還是沒錢 沒有高宏安這個我要先講一下 柯文哲跟高宏安之間的關係 本來大家都會覺得說他們關係很密切 但實際上大家都知道說去年的那場選舉 不是去年那場選舉 不好意思 二零二二年的那場選舉 基本上柯文哲跟高宏安是沒有任何 就是他們沒有任何默契的 高宏安一開始是不想選 他為什麼最後會出來 是因為宣明智宣董推了一把 那並不是柯文哲的關係 你要知道說那個時候柯文哲 他連打一通電話勸進高宏安都不敢 我們很多人現場都在目睹啊 他根本不敢做這件事情 所以現在他跟高宏安之間的關係 他必須得這樣下庭 為什麼 因為他怕高宏安就跑掉了 因為大家都知道說這一次 他為什麼被這個退出民眾黨 最大的原因就是因為這個高宏安 很明顯就是黨內已經有人放話 要他離開嘛 要他自自自自我了斷嘛 所以他必須要做這樣子的決定 但是柯文哲現在最大的問題是 新竹市的主導權 他沒辦法搶回來 因為高宏安離開民眾黨之後 變成像脫江的野馬一樣 他沒辦法控制他了嘛 所以他必須不斷的透過這種 家庭的方式去示好 對他釋出這種善意 然後看是不是到最後 彼此之間還是有個協調 因為現在對柯文哲最有利的 就是高宏安 他可以繼續死撐在那個地方 他不下車 但是呢 最好是在明年 就也就是二零二六 當時市長要改選的 那個時間點的時候 是不是你高宏安可以下車了 那個時候我們來商量一下 新竹市不一定要讓你繼續來選 但現在很顯然 因為你不知道這個官司二三省 會拖到什麼時候 那如果二三省到 走到高宏安任期結束之前 都還沒接 這個官司還沒定驗的情況之下 他會直接派代理派到 等於說連高宏安都還有 可以繼續連任的可能性 到時候新竹市會不會出現四喀都 這是很可怕的事 可能高宏安在的時候 柯文哲的勢力就不在了 現在感覺起來要報警警的感覺 對嘛 所以他現在為什麼全黨必須要 我覺得也不是全黨 你要仔細觀察 現在出來說話的人 柯主席 然後在什麼 館長 館長不是昨天就很生氣嗎 都跳車了 都跳車了嘛 他就覺得說這件事情 就是大家都要逼他 去對這件事情表態 但實際上連館長自己到最後 都已經覺得說 這件事情就不應該 這樣子瞎挺下去 好 所以呢 所以我自己是覺得說 現在整個狀況 讓整個民眾黨瞎挺 高宏安的一個問題在於說 現在高宏安就退黨了 民眾黨跟高宏安是斷線的 所以他們必須要全黨 想辦法去用這種氛圍 繼續鞏固跟高宏安之間的信任 維繫跟高宏安之間的信任關係 避免到時候新竹市喪失主導權 因為新竹市對柯文哲在講 是一個非常具有戰略意義的一個地方 那現在看起來整個新竹市 因為你要知道說 今天柯文哲上那個專訪 我自己覺得他還有一個 讓人家覺得很荒謬的一點是 他竟然自爆他竟然自爆自己 就是現在是徒利 就是他在所謂的那個 那個北市科跟進華城案子 他竟然自爆自己是徒利 那我就覺得很荒謬 我就覺得你現在是整個 已經心神不寧到這個狀況了嗎 是不是跟當時的藍白河的氛圍 有點像 請教他 晃哥 那你剛剛聽那個 柯文哲今天上這一段訪問 他說他還在講說高宏安 他那時候點名他的時候 是因為他是理工女 學經理很特別 然後又在講說 高宏安社經地位很高 不會貪這個十一萬 我就想說那幹嘛 那他減半信應該沒差吧 那幹嘛又說不行 我可能要救濟他 他不能上班 他沒有薪水 他也要請律師團 那大家就想說 那幫柯文哲幫他付律師費好了 柯文哲會要嗎 還是婆子給他拿出來的 我覺得這個就是草勢邏輯 這個邏輯很奇怪 第一個理工女不會貪污 吃便當很快的人不會貪污 然後這個 有錢人不會貪污 那如果高宏安是不會貪污的人 他的設計地位很高 高宏安的存款 我們那時候看到的時候 他申報現金就一千多萬 還有股票 現在應該累積更多了 因為他這幾年 應該也沒花什麼錢 好 那如果他很有錢 那你柯文哲 為什麼要擔心要養他的問題呢 你柯文哲 你不覺得你的講話 很矛盾 三分鐘之內 就是前後矛盾 就自己打自己連 打到都腫了 打到我就捨不得打你 你到底要說他的設計地位很高 還是說他很可憐 我還要救濟他 然後他要請律師團 然後請他半信羞辱人 所以照柯文哲的邏輯 我現在照柯文哲的邏輯推論 也就是說高宏安現在很可憐 沒有薪水 所以柯文哲要養他 那因為高宏安很窮 所以他應該會貪污 所以是這樣嗎 是這個邏輯嗎 就照柯文哲的邏輯 反過來推 就就會得到這個結論 所以我覺得柯文哲 你們你們現在瞎挺高宏安 到底是在挺什麼東西啊 高宏安第一 從頭到尾他就不是民眾黨的人 不管退黨前還是退黨後 他從頭到尾就不是民眾黨的人 你去問高宏安 我跟你講他說夢話都會跟你講 我是郭董的人 我不是我不是民眾黨的人 民眾黨現在出來 柯主席一直出來 是要趁高宏安嗎 現在是民眾黨要拉住高宏安 當然當然有他選舉的考量 但是我要告訴大家的是 民眾黨你們真的瞭解新竹 你真的瞭解高宏安是怎麼當選的嗎 高宏安當選不是靠民眾黨 他是靠國民黨 他是靠國民黨的地方上的勢力 支持他當選的 而今天國民黨地方上的勢力 為什麼會挺高宏安 是因為他還是市長 我跟你講 再過三個月之後 這些人就會開始去挺秋成員 因為市長有行政權 高宏安現在就是路人甲 他沒有行政權 我地方勢力為什麼跟你站在一起 好柯文哲你如果不相信 那我就問你 為什麼當時你去跟高宏安喬人士的時候 要硬塞人的時候塞不進去 因為已經塞滿了 他的人才庫裡面已經塞滿了 國民黨地方有實力的人 這個 這個某某某某人推薦五個 某某人推薦十個 對不對 某某董 某某理事長再推薦一下 就全部塞滿了 所以柯文哲我覺得民眾黨現在最笨的 就是難道民眾黨裡面都沒有人跟柯文哲講說 現在不要蝦挺高宏安 第一個就政黨形象上你是超級扣分 特別是你今天還在硬拗 而且拗的東西就是上禮拜我就被人家打臉的事情了 還在講無成點 然後民眾黨在地方上還發那種文宣小卡 說什麼最高法院確認確認的判例叫大水庫理論 拜託你們看一下判決書 如果高宏安沒了 柯文哲這邊也沒了 他照理來講應該趕快切割 對 你切割至少你的你可以止損 第二個就政治利益上來講 你覺得挺高宏安 高宏安過一陣子在不管是二零二六年的新竹市長選舉 還是說萬一真的有補選的時候 你覺得高宏安會頭桃暴離嗎 當初又不是你幫我 他我跟你講高宏安就像頭桃 就算他想頭桃暴離 他也拿不出一個像樣的桃子來 拿出來都爛桃子 因為我就我就如同我剛剛講的 地方上有實力的人 他看的是誰當市長 而不是高宏安市長 現在是邱承遠當代理市長 而且他這個代理市長 如果沒有意外 可能會一路代理到二零二六年任期結束 那你覺得那些地方上有實力的人 難道會看不懂嗎 他每天在新竹生活 他難道會看不懂嗎 他看得比我們都懂 搞不好昨天晚上就已經有人請吃飯了 對不對 就關係要開始 已經在觀望了 當然要佈局哪一個人呢 舉經現在不用觀望 現在就壓寶了 因為邱承遠看起來 應該會代理到二零二六年十二月二十五號 所以我覺得民眾黨這一次 這整個瞎挺 而且從上禮拜五一路挺到現在還在挺 而且柯文哲到今天接受廣播 訪問還在挺 我就覺得很奇怪 你們的樓梯已經下車了 你們的道德長城現在是閉嘴 他他昨天有開直播 但是因為我昨天跟王玉川打賭說 他昨天絕對不會講高黃安事 結果我賭贏了 他昨天開直播 跟從頭到尾不敢講高黃安的事情 他說哎唷 最近我壓力很大 很多人都在找我了 然後關於我那個二零一八年 說那個如果從政黨員貪污 政黨要連坐 我還是會提 我要爭取我們民眾黨的同志支持 到時候民進黨 你們就不要打假球 又來了對不對 高黃安被判刑 關民進黨什麼事 是民進黨叫他去貪污的嗎 所以我覺得整個民眾黨 現在只有柯文哲 一個人腦袋不清醒 還在瞎挺高黃安 所以柯文哲我就問你嘛 那你還圖郭台銘什麼 我講白了啦 你挺高黃安 就是為了他背後老闆郭台銘嘛 那你還圖郭台銘什麼嘛 你們上次去年選總統 耍他耍得還不夠嗎 你是說後面還有戲嗎 要不然他幹嘛挺高黃安 我就看不懂 高黃安在地方基層有沒有實力 對不對 然後呢 他你說他聲量 他現在也沒什麼 現在都負面聲量比較多嘛 那你說在影響力 在民眾黨內 高黃安有什麼影響力 他也沒有影響力 我就看不懂 柯文哲在瞎挺高黃安 除了在期待背後的 高黃安的 除了郭台銘 或者說郭台銘以外的老闆們 將來對柯文哲 會不會有一些善意 伸出友誼的雙手之外 我看不懂柯文哲 你到底在聽什麼